第二十七题 老师上课将电脑接上投影机 放影片给同学看 有关荧幕上的影像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B说教室的灯光越亮 荧幕上的影像就看得越清楚 这个当然是错的 各位生活经验就知道 如果教室的灯光越亮 那么荧幕的影像就越不清楚 因为它就变得荧幕不够亮 那么C说投影机使用凹透镜 才能够在荧幕上形成放大像 这当然是错的 因为凹透镜只会呈正立缩小虚像 不会成为一个放大像 朱说使用白色荧幕的原因 是因为白色可以吸收所有颜色光 这个当然也是错的 因为白色是反射出所有的光 而不是吸收所有的光 那么A说荧幕上呈现的像 是属于实相对的 因为投影机是把光打到我们的荧幕上 这是光线实距汇聚所形成的像 所以当然叫做实相 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 有关荧幕上的影像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荧幕上呈现出的画面影像 是属于实相 有关荧幕上员 这些东西 词曲 李宗盛